在N年前 我开这一款 1.6 Turbo 马力有186 PS 的车 算是一个 Horges 车型 我在Highway上面开 我记得那天雨蛮大的 然后我开这170 然后有一台车在我后面 闪我高灯 然后我很直觉的 就让它过 然后它 经过的时候我看了那台车我有点杀眼 它是一台苹果绿的第1代Myvi 而且那台车的外观很原装 连Rim 都是原装的 我当时的速度是170 然后它割了我之后一下子就看不到中影了 Hello 大家好 你们看到我们身后这两台车 应该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了 没有错我们要讲的就是Myvi 国名小跑车 可能你不知道 自从这台车发布以来经历了三代 三代卖了100万台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那么喜欢Myvi 它为什么会成为马来西亚的畅销这关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各自对这个Myvi的印象 我对这个Myvi的印象 一开始应该是2008还是2009年的Myvi SE2 Myvi SE2 Myvi 是我差不多10年前的Dream Car 我相信那个时候很多的年轻人都是把Myvi当成Dream Car 第一点就是因为外形哦外形真的很帅 然后呃当时的Myvi其实有蛮多看起来很 在当时看起来很帅的配备好像蓝牙唱鸡 然后呃 还有那一个就是它的空间很大 空间那时候空间真的很大然后 最重要的是很会跑 以前第一代的Myvi只有1.0跟1.3 1.0的就比较少见 然后我试的是1.3 那时候也真的没有办法想 哇原来国产车是那么会跑的 所以那个印象真的在我的心里面是很深刻的 其实打从它第一代 在2005年推出的那一款我就已经是当时就已经是很 哇已经给我一个wow factor了因为 它看起来 相当的时髦然后里面也很宽敞而且 在当时来讲我觉得以国产车的一个水准来说 它有相当多很新的配备然后整体的那个水准也是提高了很多 那我其实我本身在当年 是有玩车的一个 Kaki 啦所谓的玩车脚 Myvi当时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改装部件 我觉得这也是许多年轻人喜欢它的一点 K3V 1T 对K3V 1T 它有在外观上它有很多那些所谓的JDM 日规的那个车型的套件可以换上去 可以彰显你的那个个性啦 独特啦 所以我觉得当时很多年轻人喜欢Myvi 算是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我看过K3V 1T 嗯感觉讲 那一台是我朋友的Myvi 他跟我讲On-View有200p 200p 应该是经过不少的升级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一台Myvi我还是有印象 我差不多两年前开了 我开了差不多一个月 嗯真的是很贵 然后真的很贵 其实它强化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个你讲的是重点 因为Myvi 很好改 对 所以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它是有那个吸引力在的 有那个潜力有那个吸引力 其实Myvi 你稍微改装一下 你可能把车身降低了过后 然后body kit啦 再加一点bar之类的 它就是一台很好开的车 还有很多人喜欢的HID 啊 HID 对 所谓的白灯 对 可能你会讲 以前Myvi好卖是因为 它没有什么对手 当时确实是啦 当时 国产的 国产的hatchback 就那两台 不要讲hatchback啦 国产车它的对手啦 其实以配备那些也不多 对对也不多 然后 它以前没有对手卖那么好 可是现在 今年是2019年的 Myvi 的销量还是稳定到6000 或者7000台一个月 它还是马来西亚第一的车款 为什么 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Produa抓到了 马来西亚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对 我觉得Produa 在这方面它很厉害 它很会抓 抓到那个大部分 消费者它要的一个 重点 完全是抓住那个胃口 对啊 其实很多马来西亚人驾车 要求很简单 好容易驾 省油 保养便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容易 parking咯 就这样吧 还有一个卖点啦就是 省心 在保养 卖用 对 其实 我相信很多Myvi 的车主 他们对车子的要求不是很高 他们只是要 A to B OK 然后你不要让我坏在半路啊 对 然后 不要太吃油啊 可能我打一缸油 我一个一天行驶一个 二三十公里 我打一箱油 我可能可以开一个多礼拜 怎样 对他们讲就足够了 而且 我们都知道 在马来西亚生活 你在新山也好 你在槟城也好 你在雪隆也好 你去哪里都是踩车 你性能好 操控好 其实 就是用不带到 对 除非你每天上运厅那个 Different Story 可以讲的是 会选择Myvi 会看上Myvi的这些消费者 大多数他们都是 想要买一台 代步工具 比较实际啦 对比较实际的 然后我个人觉得 Myvi 好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二手架 对 这个真的是无可否认 二手架 可能你会讲啦 没有了 二手架不重要啦 买车不是拿来卖的 要买自己喜欢的车 但是 Myvi 的二手架 会让人去 影响到买不买它的一个决定 对 因为我告诉你 现在08-09年的Myvi 还可以卖到接近2万 那么多 10年前的车 还可以卖到接近2万 几乎是 50% 只跌了50% 只跌了50% 有啦 就超过50% 超一点点 对 蛮夸张的啦 其实一辆10年车来说 呃 我真的很夸张 是啦 我觉得Myvi 的二手架 应该只有少数的车 可以跟它Fy 例如 Hilux Hilux 也是神车 另一台神车 对 我觉得其实 二手架 很多人可能会讲 买车不要去看二手架 但其实 对许多人来说 对一些人来说啦 买车 二手架也是一个 蛮重要的因素 因为 很多人买车的时候 都会还是会有那个预算在 然后也是会想到未来 未来的一个考量 也对也对 可能你去Trad in 车的话 你的那台车 二手架不好 对 你要Trad in 的话 你可能还在供着 对 还有贷款 可能你Market Price 只有 25,000 可是你还欠银行30,000 对 就是代表你还要拿多5000块 就来去贴银行 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考量的点啦 算是一个现实考量 可能你不在意 但是还是会有人在意 对 OK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Myvi 吸引人的点 我个人觉得它那么多卖点里面最吸引我的 应该就是它的外形 整体造型 对整体造型 从第一代的Myvi 然后到 SE2 Luggy Power Luggy Best 那一代然后到 Icon 然后再到这个第三代 嗯 基本上 我必须承认 我 对Prodot 的车我的印象是还好 可是你没有办法否认是 每一代Myvi 的外形其实都会抓到我 都会让人惊艳 对对对 尤其是当年 SE2 SE2 我为什么会喜欢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外观真的太帅 对 还有那些很特别的配备 像全白的尾灯啦 大尾翼啊 还有它的Bumper 就整个很大块这样 可能就很Sport 我甚至还想过 如果我买不起 SE2 我去买两个普通Myvi 然后改 SE2 的外观 这个也是当年 小明小编 很多朋友会做的事情啦 不是 我身边也是很多人这样做啦 对对对 年轻人都会 都会想要这样做 我觉得这是Prodot 厉害的地方 对对对对 它真的很抓到年轻人的心 嗯 然后 Lucky Best 的那一代 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 interior 嗯 Carbon Fiber 那个面板 虽然不是真的Carbon Fiber 但是它就粘了很多这个Carbon Fiber 粘子在它的 interior上面 真的是 那时候你的感觉就是 哇 这个车 这辆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我相信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都会对这个interior有很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它的meter 对 meter 是一个重点 那个自发光的meter 对 1.3 的是蓝灯 对 1.5 的是红灯 红灯 红灯就非常sport 红灯真的非常sport 我觉得那个自发光就已经是 哇加分很多 对对对 当年那个 那一个segment来讲 哇有这个东西 简直就是隐关了 而且它的设计很 很像 很像那个时候的Camry SV40 啊 对对对 整个它就哇高级哦 你 不要我们不要不要讲 在那个年代 我个人认为就算放到现在 7-8 年后的现在 那个meter 到现在还是我认为 Big Segment 里面最漂亮的 对 最最最最漂亮 真的是不输 对对对 然后 这个第三代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嗯 因为我在2017 年的年尾 我那时候我有去那个Produa的这个预览会 它先让人家看这个新的Mai-V 然后 这个Mai-V 我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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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深刻就是它的那个头灯 这个Saga 头灯 LED 头灯 对 Saga 头灯 是真的很像Saga XLX 然后 这个头灯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是 因为其实之前就有人跟我说 哦 新的Mai-V 会有LED 头灯 我就想 嗯 Produa 的做法可能就是 High Spec 才有 结果 结果 哪里知道 全系 全系 全系的有LED 灯 你买最便宜的那台Mai-V 都是LED 头灯 我买了这台车 我不用改 就是白灯 我不用担心 Goal Block 会被抓 也不用担心保固 我不用担心Wake Warranty 对 这个是重点 很多人都在意这个东西了 然后加上它的设计 讲真的你看它这个车头 是蛮 Sport 的 很 Sport 就是很有小钢炮的感觉 这个顶级板还有这个 Skirt 这些 你基本上你买了你也不用什么改装 就已经是很帅了 对 然后这一台车它比上一代矮了一点点 整个比较流线型喔 它压边去然后 差很多 一矮 一矮遮三重 所以 整个的造型 就是一个帅子 对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 都觉得这个 Myvi 哇好看过上两代的很多 我相信 而且这一代 Myvi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1.5 的 Rim 很容易被偷 对 超强手 太美了 超强手了 对对对 这点讲真的要给 Produa 设计团队一个赞 所以 如果你是 Myvi 1.5 的车主 你要记得 顾好你的车 因为这个 Rim 真的很容易被偷 然后其实除了外形以外 Produa 还有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 卖用 嗯 这个不得不否认啊 大家都会觉得 Produa 就等于耐用 我有一台 Canary 2000 年到现在 19 年 还是一样开 它真的耐用 这个真的是 除了 Engine Mounting 之外 那些其实算是 Wear and Tear 的东西 对对对 必须更换的啦 不然它其实也不会带给你什么问题 最起码那台车我没有坏在路边过 真的没有坏在路边过 这个真的是蛮值得让人考虑的一点 而且我相信 很多人去看车 尤其是看 Produa 车的时候 像 Spain 都会跟你讲 Toyota Engine 日本科技 某种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它没有错 对啊 因为 Produa 现在的车款 新一代的车款都是和 Toyota 共用引擎 像是这个 Dua Vitaille 引擎 它是 NR Series 的家族 它的生产线在 芙蓉 你没有听错它真的是在本地生产的 像是本地生产的一些车款好像是 Vios Arus Rush Beza 它们的引擎其实都是从那边来 共用一个生产线 所以 如果 Salesman 告诉你 Toyota 的车用的是 Toyota Engine 日本科技 它没有错 它讲的是实话 Toyota 其实大家都懂啊 开不坏的风天 Toyota 的 Engine 就是 难耐的 这个是老实话啦 所以 我相信很多 对于车子的知识不是那么丰富的人 再不然就是一个爸爸妈妈买一台车给孩子去上学什么 他们都会想想想要买V 耐用 省心 不怕它坏 就算真的是有一天坏了 你要修都很简单 真的是外面谁 只要是会修车的 通常都会修 对 这是它的魅力之一 大树下就可以修 对 还有一点 我必须讲的是 Myvi 真的是一台很好的城市代部车 怎样说 灵活 省油 可能很多人会讲 Myvi 的 Handring 不好啦 不过我讲老实话 如果你要讲 Handring 的话 它和 Icon 还有 Lucky Power 和 Lucky Best B 其实它的 Handring 进步很多 对 这一台真的是进步很多 只是 它跟它的 B Segment 的对手 所有 B Segment 跟它比的话 它可能是比较 呃 你不能说它差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必须说一句话啦 就是 其实 这台车它的定位就是 City Car 所以 你其实在市区这样子的驾 你也不会开快 然后你也不会走到极端的那个路段 所以平时开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是不错的 它的 Handling 来讲 我是一个很喜欢那种 Handring 很好的先辈车的人 但是我还是要讲老实话啦 你没 Handling 在市区塞车 Handring 那么好你发挥不到啊 你真的是 Feel 不到啦 对 没有机会感受 重点是在你市区驾驶的时候 这个车 它要灵活 轻盈 这个才是它的重点 还有一个 低油耗 嗯 像我本身住不住 你们都知道不住的 放工时间跟上班时间 那个Traffic 是差到什么程度的 这台车就是灵活 我要转哪里就转哪里 我要塞哪里就塞哪里 要找 parking 是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这样子 差不多每天塞车的路况 我拿到的油耗是14公里一公升 14公里 14公里一公升 哇 以 City Drive 完全 City Drive 的讲是很不错 没有 应该有80% 88 还是很不错啊 对 所以 88 和 City Drive 拿到这样的油耗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对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时常跑长途的人 我相信我拿一个16 17 18 甚至19应该都有可能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来 第一代 Myvi 有到个 A-bag 呃 最多两个 第二代 Myvi 有到个 A-bag 呃 也是最多两个 这代 Myvi 有到个 A-bag 这代啊 最少四个 这代 Myvi 最少四个 十年前 以前跟 10 年后你没有办法想象这 10 年里面 马来西亚市场是有那么大一个变化 以前的车你要看到一个 Airbag 都难 你要看到 ABS 都难 但是现在的车其实也不只是 Myvi 就很多的车都给了 6 个 Airbag 啊 标准配备 然后还有 ESC 等等 这其实是个好事 然后我必须要讲的是这个 Myvi 这一次 在安全配备上面真的很有诚意啦 除了我那个 ASA 因为你买到最便宜的 1.3 Myvi 4 个 Airbag 1.5 Myvi 就已经是 6 个 Airbag 了 还有这个 ASA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同级 唯一款是不是 这个价位 没有错的话对 B-Segment 里面它是第一款有这个配备的车 所以真的是很有诚意啊 对 一台车你面对它最多的 其实就是这一个它的内装 你面对开车你都要对它内装啦 所以我 有时候觉得 Produre 真的很厉害 它真的摸到很准消费者要什么东西 就这个 Produre Myvi 的内装 我个人是觉得它的吸睛程度没有上一代好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很棒 它在配备方面还有设计方面很厉害 好像这一次还有这些杜克的失调啦 这些细节上的设计还有钢琴链版 提升了这个质感 这个杜克在你驾车的时候它反光其实很明显 是吗 可是看起来就很有质感的感觉 对 很有质感 然后你可以看 Myvi 它的 interior 它的这个仪表 然后这些 button 然后这个冷气 这个 push start 就是很多都是全车去飘配的 push start 就好 你看在一 push start 它全车去飘配 你买最便宜的那个它都有 然后它还有很多 USB 上级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这里又一个 完全就是一个很 很人性化 然后都是大家需要的东西 那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设计 还有它的那些配备方面 可以吸引到其实这台车 它的那个 target 的消费者就是年轻人嘛 它的设计啊 它的这些配备方面 其实都是会吸引到年轻人 对对对 好像这个电子的空调 我本身是很喜欢的 而且你讲真的 在这个价位你不会看到这个东西的 对 虽然讲它没有 Auto Aircon 但是它全部都是输位化 它有这个单色的液晶 对 这个 LCD 看来就很高级的感觉 很有逼格 对对 很有逼格 这也是 嗯 它还有一个功能 Memory 哦 那个记忆功能 对 记忆功能 它可以记着你的温度 你的风量 重点是这个东西 啊 这个 ASA 其实我朋友拆过这个来看 那里面是吗 它是日本进口的 Denso 的 OK 这个东西是日本进口Denso 的 ASA 然后它有什么所谓的防爆充啊 自动紧急刹车啊 嗯 可能有人讲 哦它只有30km 以下才可以启动 没有什么用 但是你想象一下 今天你在塞车 你的速度不可能到30km 最多不是10km 20km 如果你真的一不小心分神 这个东西启动 它就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撞前面的车 不过其实这个功能 还不是我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是那一个 可能有很多人在塞车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会玩电话吗 嗯 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现在很多人很坏习惯 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他们很喜欢玩电话 玩到前面的车走了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这个系统就会通知你 它就会啵啵 让你知道我前面的车走了 哦原来 这个东西有这个功能啊 有有有 我以为它只是有那个 自动紧急刹车的方向 它有通知 它会感应前面的车 如果你前面的车走了之后 它会给你知道 哦前面车走了 你也要跟车走 不然的话后面的人会换你 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个特点 嗯 对你要去那里 它的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其实很好 怎样说 你看咯 腿部空间 腿部空间啊 哇你这边还有位耶 是啊 这边还有空间咯 一个拳头 我坐到那么斜 我真的可以在那边睡觉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小三角镜 我的视野表现也很好 那个空间感啊 空间感很好 空间感是真的很好 而且重点是 Myvi 是 B-Segment Hatchback 里面 Wheel Bass 最短的 哦是啊 JES 2530 Yaris 2550 Iris 2555 Myvi 只有2500 这样它吃亏很多啊 少掉最少的5cm 了 对 可是你看它的空间 其实会很吃亏咩 我不觉得很吃亏啊 而且空间感很好 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很宽散 这个我觉得从第一代Myvi 到现在都是这样 就算这个三代Myvi 它的那个车顶已经是矮了很多 虽然矮了一点啊 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觉得有压迫感啊 其实 不过讲真的啦 其实Myvi 它的定位 就是很明显是一个City Car 所以 你买这台车 你可能80% 这时候 都是在市区驾驶 就可能是普通代故 日常驾这样吧 你会出到远门的那个几率 其实不太高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空间表现 空间表现算是可以接受 对啦 如果它偶尔应付一两次长途 它还是OK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买这台车 你可能出远门的那个几率 可能就一年那几次 是不是 是吃不到吧 所以 对 以一个City Car 来讲 我觉得它已经算是很胜忍了 嗯 平量震又大 嗯 对 在这边我要分享一个我跟Myvi 的故事 在N年前 我开这一款 1.6 Turbo 马力有186 PS 的车 算是一个 HW 车型 我在Highway 上面开 我记得那天雨蛮大的 然后我开这170 然后有一台车在我后面 闪我高灯 然后我很直觉的就让它过 然后它经过的时候 我看了那台车 我有点傻眼 它是一台苹果绿的第一代Myvi 而且那台车的外观很原装 连Rim都是原装的 我当时的速度是170 然后它割了我之后 一下子就看不到中央了 所以这一个Supercar的名字真的是 当然我们不知道在看影片的你是不是也是Myvi 车主 你会不会赞同我们的看法 不管你是不是车主 你赞不赞同我们的看法 都欢迎你们 踊跃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或者是你和Myvi 有过什么故事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或者是给点意见 其实我们蛮期待你分享被Myvi 中的故事 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追踪我们的频道 下次有新的影片 YouTube 就会通知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